HELLO 凤凰网时尚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火箭少女101 杨超越 我是火箭少女101 杨超越 第一次看秀很期待 敢于突破 拍照总是那么可爱 可以教我们几个卖萌的拍照pose吗 就是 一 这样 就没了 就我经常用到手势就是 很酷 对了拍照的时候不要用美颜滤镜 要用那种直接就是有滤镜的 然后再自己修图 比较自然一点 超越想什么年龄 短谈恋爱呀 则偶标准是什么 会不会找个爱你的粉丝架了 这是被之前的热门头条给 启发了什么吗 什么年龄段谈恋爱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遇到了 那就应该是到了 然后则偶标准嘛 就是人品好 然后长得干干净净 会不会找个爱你的粉丝架了 这个不知道 如果想演戏的话 想演什么戏呢 古装还是现代 高冷还是可爱的角色 我觉得这两个就是古装和现代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其实我都可以 然后高冷和可爱我觉得这是我身上具有的两个特点 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很高冷 有时候也很可爱 所以我觉得都可以 就还是我 第一次去巴黎觉得有什么新感受 就觉得这里的天空很蓝 然后这里的建筑也很有那种复古的味道 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复古的人 然后对就是这样 想问超越宝贝如何才能做到少女感和酷个儿两者平衡呢 少女感是每个女生内心都有的 只是有些女生可能不太表露 然后酷个儿呢 我觉得但凡是个性的女生 有你自己的主见 我觉得都可以做得很苦 所以给粉丝送上一句情话或者土味情话吧 土味情话就是 这是我的手背 这是我的脚背 你是我的宝背 喷吐了 已经吐的不行了 会wink了吗 现场坐一晚 你目前为止最超出你想象的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是什么 那就是这么多人会知道我 很荣幸 可以分享一件平时和101生活中的趣事或者爆料 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交到了一些很好的朋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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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